学家,于的名字,在雅加达的勇施闪耀,在24日晚进行的男子四成一,一百米获和勇接力当中,他和队友们一起夺得冠军,而中国队子三分二十二秒九十九也刷新了亚洲记录,参加五个项目,收获五枚金牌,这样的霸气表现,给了中国游泳一针最好的强心技。 也让所有人看到了徐家于如今的强大,四年前的人穿,他三度夺得单项牌带都和金牌无援,四年后,他已经变身亚洲王者,而未来的他还有目标,冲出亚洲,东京奥运夺魁,徐家于在2017年是仅在夺金,五金盲,他做到了在本届亚运会之前,徐家于提出的目标是,在参加的五个项目上都夺得金牌, 同时还希望打破世界纪录,而在三成结束后,破世界纪录的目标虽然有些遗憾没能实现,但五金王的目标,他丝毫没打折后的完成了,本季赛事,徐家于一共报名,了三个仰勇单项和两个接力项目,任务不可不重, 但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顶住了压力,他先是在自己身孕当天,在一百米养勇项目,拿下个人亚运手巾,随后又在五十米和二百米养了顶, 而在男女四成一百米混合勇接力,和男子四成一百米混合勇接力上,他也和团队一起换代了中国游泳队的荣誉,徐家于在雅加达亚运会,摇响四年前的人穿亚运会上, 虽然也在男子四成一百米混合勇上,拿到了一枚金牌,但在自己个人参加的三个仰勇单项上,他只取得二银一同,和金牌无缘,四年之后的雅加达,徐家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爆发,而他自己也是暴戏进行,上届亚运会我其他的名次拿够了,我现在需要的是金牌, 其实在去年的游泳式锦赛上,夺的男子一百米让有金牌后,徐家于已经明显,进入了自己的成熟期,亚运无金,就像他自己所说,对自己是一种鞭策和肯定,带着荣誉,他也将更有动力继续拼搏,世界赛夺金,他铺入教练怀宝,从爱哭少年到霸气王者事实上,在刚登上国际赛场之时, 徐家于一个年轻的时的孙娘一样,是一个爱哭鬼,李游奥运会上,他在一百米养勇摘营,最后就不禁在昏彩区落泪,而这年来到布达佩斯市锦赛,这次他成功读金,却还是忍不住流下泪水,最后肌肉僵了,油不动了,实在是太玄了,幸好我到边市抢了一下,当时他一头扎在大哥孙娘怀里边说边哭, 认读孙娘也忍不住眼眶泛红,孙娘当时告诉他,以后不要那么低调,要让全世界都认识你,知道中国游泳,而徐家于,的确在行动上听了孙娘的话, 徐家于的教练徐国义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学会议,在刚开始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时,徐家于就是对李红任的哭道,小时的他甚至会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找不到袜子, 而在这次贺贺勇接力夺金后,徐家于也在接受采访时红了眼眶,流下了嫩水,徐家于和徐国义教练,但这样的性格,却没有妨碍他的刻苦训练,徐国义说,很多运动员厌恶训练, 徐家于的嫌疑却喜欢,再苦再累他都愿意练,这是他最大的优点,别人训练付出100%的努力,我就要求自己要做到150%,徐家于曾在接受温州日报,采访时表示,对他来说,练到抽筋是很正常的事,去年为了备战式锦赛,他跟随国家队高原集训, 那天游,七千米冲刺游,让他的身心都到达极限,徐家是记者透露,他甚至越到吐出胆汁,但吐完又回去继续游,正是因为这样拼命的训练,徐家于才获得了今天的荣誉,徐家于和孙明相拥哭泣,目标,都经奥运夺金,事实上在青少年时,徐家于也很贪玩,曾在审队因为沉迷电脑游戏,而被教练都刺激, 还被砸了两次电脑,他因有过低谷,2015年喀山市锦赛,他一块讲台伟德,迷茫的他甚至一度想过退役,但最终他还是找回了自己,以往提到中国男子游泳,人们都会立刻想到对上孙明,如今依靠这优秀的成绩,徐家于也开始让自己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知, 他二百名羊羊夺冠那天,孙娘没有参加比赛,赛后甲云就把气表示,今天我们大哥孙王不在,但我们证明了他不在我们也能做到最好,拿到冠军,在孙娘之外,能有徐家于这样的新一代选手在国,竞赛场上争取荣誉, 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,而对于徐家于自己,亚运会称王只是一个开始,他的最大目标,是两年后的东京,李约奥运会才拿走银牌,如今经过了世锦赛和亚运会接连夺冠的洗礼,他有足够能力冲击最高领奖台,去年世锦赛摘金后,情绪激动的他就表示,要和孙娘一起为中国游泳扛靶子, 你不再是一个人无军的战狼,对于自己的奥运冠军梦想,薛家于也毫不掩饰,他在接受采访时说,以前是想过,现在是渴望,来源,澎湃新闻。